最近这段时间,娱乐圈里的丑闻不断,各种爆料,各种抓牌简直多不胜数,上一秒还是人人追捧了偶像,下一秒就成了人人唾弃的负面新闻。 娱乐圈的天说变就变,数期来临了,各种经典电视剧又将上映,像西游记这样的经典剧情,真的是百看不厌,毕竟在那个时候,能拍出这么成功的玄冠电影,真的非常不容易。 在里面扮演唐僧的池仲睿,已经去了中国女首富陈丽华,过上了吃穿不愁的豪门生活,而扮演孙悟空的六小灵虹,则是依旧在为西游记宣传,为自己的猴狼角色, 寻找下一个继承人,前段时间,六小灵虹在国外参加了一个关于明著的一个活动讲会。 在讲会上,六小灵虹张口就讽刺了大话西游,因为他觉得里面的孙悟空有损佛家人的戒律。 在西游记里,孙悟空是个吃斋念佛的和尚,而在大话西游里,孙悟空确实和紫霞仙子谈了恋爱,这简直就是在瞎扯。 当这份言论传出来的时候,六小灵虹就遭到了周星驰粉丝的怒断,不要以为你演了一个孙悟空,就将你自己设立为孙悟空的标准,也是很尴尬的。 不光是在国外丢了人,就连国内,六小灵虹的名气也开始下降了。 当时六小灵虹是接了一个商演,要上台出演一次孙悟空,结果当他到了现场的时候,却被场地负责人驱赶。 原因就是一会,陆寒要来这里举办代言活动,所以就只能将六小灵虹请出去。 无奈,六小灵虹只能跟随负责人赶往另一个场地,而这个另一个场地也仅仅是一个小房间而已,边上陆寒举办的活动代言。